歡迎回到第二百二十集的《只要有電影》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 按鈴鐺 留言 讚好 分享 並追蹤我本人 只要有電影在Facebook的專頁 地址就在下面留言 找到 我們繼續談的就是這部比利時電影 也是在康城今年得到評審團大獎 其實評審團大獎相對於金鐘女獎 應該等於是第二名 這部電影也代表了比利時 其實是導演第二次代表比利時 參加奧斯卡最佳國際片的競賽 因為錄影的時間應該已經揭曉了 希望他得獎 上一集我們由導演Lukas Daunt的第一部電影 《女夢巴黎》是說起的 那部電影其實跟導演本身 小時候都很喜歡跳舞 想做一個舞蹈 但是在十三歲的時候 就是因為自己比較公開地透過一隻很性感的 Kristina Aguilera 的一個MV 的一個舞蹈 好像做了一個表情 公開了 透露了自己的性傾向 令到他突然間卻步 所以這次的Close 又是回到這段時期 並且更加勢力地去探討 到底在這段男生的青春期 剛剛開始沒多久 甚至可能未必一定開始 如果是持發育的男生 他們兩個人在同性的關係裏面 怎樣開始萌芽到 又或者是產生了一種 所謂同性戀的意識 而影響到他們往後那個 無論是友情之間的發展 又或者是令到他們以後怎樣去 選擇他們的道路 或者是決定他們的方向 的一部電影 首先我從電影的片名開始出發 原來最初 導演沒有想過用這個片名 已經定了一個片名 就叫做 We two boys together cleaning 這個片名原來是來自 一個英國的畫家 很出名的畫家 叫做David Hockney 的一幅的名畫 這幅畫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是比較抽象的 說兩個男生 黏在一起 但是 其實他表達的 我覺得這幅畫給人的感覺 就是 裡面你都看到某種的恐懼 某種的暗黑 而這幅畫 這個名字 其實也是來自一個美國的詩人 一個十九世紀末期的一個詩人 就叫做Walt Whitman 的一篇很長篇的詩篇 就叫做Leaves of Grass Lucas Donne很喜歡這幅畫 所以他就決定用這個名字 但是後來剪接的時候 才突然有一天 就彈起了一個字 就是close的字 他很喜歡 就決定用這個作為片名 但是我覺得這個片名很好 當然 比較簡單 比較容易記 還有其實他有很多的含意 首先close當然是代表親密 就是那兩個男主角 就是那種友好的關係 但是close 也可以同時說關閉 而exactly就是 因為他們發現了這種親密 而因為外奸的壓力 很簡單一句說話 有兩個女同學問她 喂 你們是不是一拼啊 所以那一刻開始 其中一個男生叫Leo 這個男生就開始把他們的關係 這個親密的關係 就關閉了 而關閉了之後 那種封閉 到底怎樣去突破這種封閉 而這件事也是 Lucas Donne在他的訪問裡面 他有提到的 就是說 由於他媽媽的鼓勵 因為他在鼓勵之後的成功 曾經有過一段時期 是迷惘的 是空白的 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而 也都因為他媽媽的鼓勵 也都令到他覺得 其實 我一直在做的東西 或者我一直在做的東西 其實都是一些有突破性的人物 的故事 就說 Going beyond 超越自己 超越 自己以後 一路往前走的一件事 這件事就令到他 回到 這個 close 即是暫時是close的故事 所以那個close的意思 其實是未完的 雖然封閉了 關閉了 但是怎樣去打開才是重要 所以這部戲一開始的時候 很有趣 第一場戲 就是說在夏天 他們兩個小朋友 常常很喜歡玩一些遊戲 就是躲在 差不多好像一個 其實是一個廢墟來的可能 未至於是一個山洞 但是有少少暗的 一個荒廢了的空間 一間房間 兩個人其實是玩一些 我覺得是一些士兵 或者是一些追逐的遊戲 那兩個人就 整天想想 就是外面有很多敵人 在追蹤著他們 要衝進來 所以第一句的對白就是 是說不要出聲 他們正在來 然後說在哪裡 然後他們說在我們後面 他們快要攻進來 兩個男生在玩 然後就說 不要理會 衝出來 然後第二場戲 就說他們在一個花田 全部都是很燦爛的花 很漂亮很漂亮 很詩意的一個花田裏面 大家在走啊走啊走啊 在比賽鬥快 這場戲 其實很 symbol 首先就是 兩個人好像在 很暗黑的環境 我覺得好像在一個closet 然後兩個人在想 外奸很多的敵人 外奸很多人要入侵 而這件事是由誰提出的 就是由Hammie提出的 而在那個時刻 Leo其實是附和她的 一起在這個幻想裏面 他們都站在同一陣線 但當這個同性戀的 好像被人看得出 又或者是這個意識 干擾了他們的關係的時候 在Hammie自殺之前 其實他們又有一場戲 是回到他們經常來玩的 這個空間裏面 其實開始的時候 大家已經有個隔膜 大家都不出聲 大家也有一個距離 各自一方 而Leo甚至是 坐在那裡 好像在想很多事情 那一刻 Hammie是企圖重新 再玩這個遊戲 突然在心 哎呀他們正在來 他們正在來 不要出聲 但在那個時刻 反而Leo 顯得意興難散 他一點都不興奮 然後就告訴Hammie 其實沒有人追著我們 我們回家 然後兩人就結束了這個遊戲 很明顯 這個遊戲 整個含義 在Hammie作為一位敏感的 一個 young artist裏面 就產生了很大的衝擊 Hammie作為一個 young artist 是甚麼? 其實他是吹這一個 雙皇館的 他吹得是不是很好的 可以 他是有些才能的 甚至他們亦有公開小型演奏會 有一場戲是他在演奏會裡面 Leo和Hermee的媽媽一起去看 Hermee的演奏 那一刻是發生了他們的關係被質疑之後 他們冷淡之中的唯一一場戲 看得出來是Leo很喜歡 我覺得喜歡不是牽涉某些情慾或肉體的關係 而是他真的很喜歡這個朋友 因為他喜歡這個朋友就是喜歡他那種專注 喜歡他的才華 因為在演奏的時候 Hermee是相當專注 甚至他沒有怎麼看Leo的 只是在聆聽 然後到他演奏的時候 他拿起樂器 很專注去吹奏 回到Leo這裏 他完全有一種很欣賞的眼光 很滿足也很驕傲的眼光 是看著他的好朋友 那一刻是相當平靜 很優美 亦是給他的感覺 這種關係是一個很美妙的關係 但很可惜這個關係 就是Hermee在臨死前唯一一次的關係 甚至Hermee來說 因為他太專注於他的演奏 他也未必一定感受到Leo那種目光 另外有一場之前 我們開始介紹 看到Hermee開始練習他的樂器的時候 其實在那一刻Leo已經很仰慕地看著他 甚至他提議 他說不如你放上youtube 有一百萬人看的時候就發達 發達就可以去旅行 不用讀書 很慶高采烈 但Hermee說不可以的 我還未到家 接著那一場 Leo 跟Hermee 畫畫 其實 Leo不是一個 他畫畫 但他不畫得很厲害 當然 他本身不是一個所謂的藝術家 或有這種藝術的傾向 結果他畫畫出來 就是畫得 歪歪歪斜 大家是笑得很開心的 而畫畫的時候作為一個無特兒 Hermee坐在那裡 那個感覺又相當好 給觀眾的感覺 第一他很漂亮 而且他有一種 有一種女性的溫柔 在裏面 或者不要說女性 有一種游性 的氣質在裏面 他也很樂意很開心地 成為 Leo的畫中的人 Leo就半開玩笑 又半認真 整場戲 去establish他們之間 很close的關係 就在這場戲 establish得很清楚 那一開始 我們剛才說過 在類似洞穴的空間裏面 一開始 黑模畫面 然後才聽到 Hermee的說 不要坐 有人來 在攻進來 然後 Leo才說 哪裡 沒有出聲 用一個異語開始 這個就跟Girl 是很一樣 因為Girl一開始 也是黑畫面 然後就是她的弟弟 六歲大的弟弟 叫我姐姐起床 Lera Lera 就是這樣 也是從一個很溫柔的異語開始 然後才拍Lera起床 那時候因為是女生的裝扮 而去到 有一件事 當 在close上 當這兩個男生 關係產生變化 Sorry 未說到這裏 我再補充一聲 再補充一句 就是 在Girl那裏 她弟弟不僅叫 Lera起床 還用口吹 風吹 吹 Lera 耳朵 這個在close裡面 其實也有一個echo 這個echo是什麼 首先有一場戲 我覺得是相當微妙的一場戲 就是在晚上 他們倆一起睡 其實大家都睡不著 然後 Lera就問 為什麼你睡不著 她說不知道 她說腦子有很多事情在想 經常都好像 睡不到 Lera就說了一個故事給她聽 她說 我的故事就是關於 她說有隻鴨子 當她一出生 打開個蛋殼 看到她一群鴨子的時候 原來所有的鴨子 就覺得她是最醜樣的 因為她的顏色 是黃色 又不是跟其他鴨子一樣 但其實 Lera就說 其實這個鴨子 就是你 就是Ramie Ramie是一個鴨子 她說其實你很漂亮 你比其他人漂亮 而且很特別 完全不同 其他鴨子 但是就因為這件事 所以 裙了一群鴨子 所以到最後 你就一個人 上路了 離開了 這群鴨子 然後在上路的過程 她說你見到一隻蜥蜴 當時你也覺得那隻蜥蜴很醜樣 因為你從來沒見過蜥蜴 覺得它很醜樣 但是與此同時 也覺得它很特別 自此 這隻蜥蜴和這隻蜥蜥蜴 就變成一個好朋友 一起上路 中途他們遇見 一張彈床 那一刻 鴨子很開心 就跳上彈床 跳呀跳呀 跳得很高 甚至 似乎 摘到星那麼高 那一刻 那一刻 後來就睡著了 而 聲音突然 出現了很多風聲 很多風聲 而這個風聲當然 令我想起 Girl的風聲 但戲裏面還要把風聲 再發展下去 一咳嗽 那風聲 伴隨著 原來伴隨著他們兩個人 踏單車上學 那種飛馳 那種自由感 那種 警式和風聲 一直在他們身上 再來一場 Hermie的媽媽 很年輕的媽媽 睡在草地 一邊就是Hermie 另一邊就是Leo 三個人同時在玩一個遊戲 扮風聲 Leo也是在他媽媽 耳邊 不停的 吹風聲 我覺得 風聲也好 這種intimacy 這種關係 母子之間 兩個男生之間 Girl的子弟之間 那種 情 love 我覺得 戲拍得很細緻 很敏感 到了這個關係 一改變 在Girl那裏 Lera的身份 或者赤裸的身體 被曝光 被強迫 供諸於人面前 因為他是最不想 被人看到的 就是他的身體 甚至他 不願意被 老爸看到 唯一 只是他在醫院 接受身體的檢查 女醫生 可以看到 其實他自己 連他自己都抗拒 去看自己的身體 他第一次 對著 鏡子的時候 也是一個 全裸 但其實 他是把自己的性器官 夾在兩腿中間 這也是 我理解之中 跨性別者 男生 是他 很多時候 他們最不喜歡看到的 男生 女生 他們最不喜歡看到的 甚至他們最憎恨的 其實就是自己出生 那個 的 器官 但是他沒有辦法 第一 他沒有辦法擺脫 第二 他幾乎 無時無刻 都會接觸到 或者每天 他都會看到自己的裸體 所以在Lera那裏 他被迫 要把自己的裸體 供諸於一群女生面前 對他來說 是一個最大最大的崩潰 崩潰之後 Girl 就 那個痛楚 那個衝擊更大 因為 他沒有辦法逃避 即使他 在那個 巴雷舞班裏 好像很多人 都當沒了這回事 不以為意 但是他的自我意識 就更加強烈 所以他只能夠透過強迫自己 不斷練習 甚至帶有一種自弱式 他的身體 開始承受不了痛楚的時候 他都堅持 咬緊牙筋 要跳下去 跳下去 直到在舞台上 彩排的時候 他根本沒有辦法去承受 然後整個 就倒在這裏 回到Close Close 當 Leo開始有種意識 主動去疏遠 這個 Hermi的時候 他竟然去參加 參加了學校裡面的 兵棍球的運動 他選擇兵棍球 我覺得真的很有趣 為什麼呢 因為兵棍球是一個相當男性化 要用很多的力度 撞擊 的過程中 需要這些 requirement 的一個劇烈的運動 而且兵棍球的 uniform 一定要像武裝一樣 要整個盔甲穿著 因為要保護肩膀 保護手 保護膝蓋 而頭盔 就像 Prison 有很多鐵欄 枯著整個頭 好像他穿了 兵棍球的制服的時候 整個人就 突然 武裝起來 而在這個運動裡面 因為你的武裝 所以你本身都是一種武器 你不斷撞 靠力度去撞對方 靠力度去 搶對方的球 但是相反 因為他是 留兵 所以那個鞋 兵鞋首先很尖銳 另一方面 亦是很delegate 令到他的人 很容易跌倒 而這一副的武裝 男性的運動 那麼粗豪的運動 就令到 Leo 和Hermi 更加疏遠 更加隔絕了 而現在場戲就是他在練球的時候 訓練的時候 Hermi是來看他 大家都只能夠雙隔 那個 兵棍球場 跟觀眾席之間 外奸 那個 很高的 硬膠 唱 而去到 後來悲劇發生之後 他們怎樣去描寫 Leo的那種痛楚 或是自責 或是那種自責 他就好像 呂蒙巴黎 就是不斷地去拍攝 集中去拍攝 Leo 撞牆 一方面這是一個運動 承受這個撞擊 讓自己習慣了這個撞擊 但另一方面 透過這個撞擊 帶有這個智慧 帶有這個自弱的傾向 然後在一次的比賽裏面 甚至 當對方的球員不斷撞過來 他也不去逃避 結果 他跌斷了一手 他利用這個自殘 來補償他的內疚 這個我覺得兩句是很接近 而更接近的就是結尾 其實浪費了很長 一個小時的篇幅 就是在說這個 Leo怎樣去 開始逃避 開始封閉自己 關閉自己 也從來沒有辦法去 開口說 他覺得 是否真正自殺 的原因 就是他拒絕了自己 這個好朋友 他有個哥 但他應該是一兩歲 都是一個青春期的年輕人 但被他撞 他跟哥哥的關係很好 有一次是試圖 因為哥哥 很疼他 哄他 晚上也陪他睡 也試圖 安慰他 他突然向哥哥透露 一件事 我很掛念 那一晚 哥哥就抱著他睡 我也覺得 這段兄弟的感情寫得很好 他最後 都沒有辦法再去 首先他做了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 他走到 Hermi的家 那時候他媽媽也在 Hermi的媽媽 他媽媽是做護士的 然後他就說 我想進去Hermi的房間 看看可不可以 他媽媽就OK 看到一些玩具 看到一些畫 應該是Lael自己畫的畫 貼在牆上 他媽媽進來就說 你隨便喜歡 你想拿什麼就拿什麼 其實他媽媽就以為他想 拿一些紀念品 但他那一刻 他媽媽也忍不住就問他 你們中間兩個人發生了什麼事 那一刻他又不肯 他也沒有辦法再提起勇氣說 就走了 但再隔了一段時間 特別是他的手 傷了之後 他再沒有辦法 按耐自己 那一種 的罪疚 他就提起勇氣 去 媽媽的醫院找他 初初我們以為他是做護士 原來他的護士 原來他是在獄嬰室裏面做護士 他看到他剛剛就是 他媽媽抱著一個嬰兒 哄他 我覺得這個形象特別 特別溫柔 而且特別 傷感 因為你剛才死了一個兒子 這麼小的兒子 而你每天上班 就要抱著一個嬰兒子 每天就是要提醒自己 作為一個母親 經驗的感受 你說多麼殘酷 最初他都不知道 Leo怎樣去找他 然後他載了他出去 應該是載他回家 但在車的途中 Leo總之忍不住哭 就告訴他媽媽 我拒絕了他 那一刻 媽媽都沒有辦法接受 然後 直接叫Leo你下車 Soloff趕他走 說那一刻 完全是崩潰 一路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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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森林 然後媽媽就覺得 這句說話太傷心了 就去追他 那一刻 Leo竟然 拿了一根棵棍 拿了一根棵棍 就想 襲擊 襲擊 Me的媽媽 當然他到最後 他都沒有辦法出手 然後兩個就相容 這場戲 中間還有一場戲 是他回家後 他到這個房間 回家後 他昨晚下大雨 他一個人不斷走走走走回家 淋得濕了 然後 他自己媽媽當然怕什麼事 然後就進去他房間問他什麼事 他正在換衣服 沒有穿衣 他就發媽媽的脾氣 趕他媽媽出去 他媽媽一直抱著他 你不要發脾氣 沒事沒事 他只是歇斯底里 這場戲 在女兒裏面也有 就是 Lyra拒絕 他父親的好意 拒絕跟他父親溝通 但是父親覺得 你不行了 你不可以再這樣 下去 亦都不准他自己 因為他自己想吃多一點 賀爾蒙藥 加速自己身體的發育 他硬要他 不准他上學 要他休息 那一天就鎖住門 就不讓他出門口 那一刻 Lyra又大吵大鬧 開始歇斯底里 同樣也是他父親 一直抱著他 來企圖平靜他 好 回到Close 就是 到最後 其實都是透過 Hemmy的媽媽 和Neo的擁抱 令到Neo 稍微平復一點 那結尾是怎樣 結尾就是 一切尾就是他的手 那個石膏 看到鋸就鋸爛了石膏 換句話說 那個傷口的復育 亦都是象徵著 他內心的 慢慢的復育 你會覺得 刀 電鋸 應用得很好 一來電鋸 刀 亦都令我們想起 即是他打Hockey 即是流冰的Blade 亦都好像撤開了 傷口 但露出來的其實是一個纏遇了的 一隻手臂 Ending的鏡頭就說他重新在花鐵 走到中間 突然轉頭看 他看了很久 他是不是看到 想像中的Hemmy在後面 還是他回望的 是所有的前塵往事 那一刻的小姻緣真的做得相當好 那個眼神 從頭到尾都 忍不住你看見 你會心痛 而他那一刻的表情 可以說是百感交集 所有的東西 五味交陣 然後 到最後他轉頭 繼續走前 氣才是完 而Girl 就是在 Lera自公之後 終於出院 最後那場戲 亦是說他剪短了頭髮 全身女性的打扮 因為他都很高 在鬧市 一直一直在隧道走出來 然後 開始充滿了一些自信 亦都不是那麼介意 那麼自覺別人看他的眼光 就一直向著鏡頭走 所以這兩個戲可以說是 互相的呼應 Similar的題材 但是不同的處理 亦都是更成熟的處理 很多的呼應是相當好的 我亦都想起 再說一場戲是很突出的 就是 當Leo開始警覺 因為那個女生的一番說話 那一晚其實 他們都是一起睡 但是他在 之前一場 他就說了一個 故事 那個故事其實就是 他看得出 絕對不是一個 他很自覺是說一個同性戀的故事 而是在他眼中 Hermi真的很突出 跟其他男生都不一樣 而他喜歡的 是這一種 特質 所以他講了這個故事 其實他想告訴Hermi 你是一個 非常特別的男生 我喜歡的就是這件事 而我亦都願意做的一種蜥蜴 但是在他眼中 這隻醜小鴨就是這個男生 他跳上彈床的時候 他跳得很高 高到幾乎可以 將顆星星摘下來 這就是他對這個男生的羊毛 中間 不帶任何的性 的暗示 或者是性的意識在裏面 相當純正的一個世界 但是那一次的 被質詢 那一晚他們一樣 同樣睡覺 但是當Hermi睡著了之後 Leo竟然自動自覺 睡在地上 自己一個人睡在地上 不是很想跟Leo一起睡 怎料他醒的時候 原來Leo Hermi發現 他去了哪裏 看到他在地上 竟然Hermi 都睡在地上 所以Leo起床就發現 Hermi躺在他旁邊 說他睡上去 那兩人開始 我不想 開始玩 你推我養 但是慢慢推的時候 Leo出了真力 不小心 其實 那個行為 反映了他內心的抗拒 雖然那個抗拒 他未必是自願的 兩個人就從這個推撞撞 變成一個真正的打架 打架 就開始生氣 Hermi開始生氣 而這個打架後來 發展到他們在校園裏 Hermi 那天早上看到Leo沒有等他回校 又跑上前去 去質問他 然後那一刻 Hermi再次 這次是由Hermi做主動 去打 Leo 打到血絲底裏 都是要老師拉開他們 所以這些種種的 呼應 種種的細節鋪排 我覺得就是 Close最好最好看的 而那樣東西 他又不特別是明言 如果你強行 說他們是同性戀 我覺得都不公平 亦都是 就是因為他們 未牽涉到任何 Sex 說的 不是Sexuality 而是 Innocence Intimacy Admiration Mutual admiration 然後外奸 很殘酷地 在Lucas Donne用的字眼是 Brutal 很Brutal地 用暴力 打碎了這個關係 這個brutality 其中一個隱喻 用得很好 就是他開始在花田走 走 而這件事原來 Lucas Donne 在小時候 他曾經在荷蘭有過這個經驗 就是他都見過一個花田 他很開心 而花這件事當然也代表了什麼 就是代表了 很短暫的生命 他很容易會枯毀 另外 亦都代表了他那種燦爛 代表了那種脆弱 所以當他們的關係發生變化那一刻 其中有一場戲很快 就是 看到 那些花 平時他們就開始窄了花 窄了花之後 其實就開始有產土機 來將那些泥土 我估計 是 剷走 所以那一刻在夜晚 那些產土機來的時候 特別有產土機發出很巨大的 雜音 是代表了那種 brutality 代表了那種 那種暴力 所以我覺得 這些處理 就等於我在講這個 流水落花 用的方法 用的技巧 用的 譬喻 用的細節 其實很接近 這些我就覺得 對觀眾又有一種啟示 又有一種要求 亦都是 慢慢慢慢的累積 造成那種動人的效果 所以希望大家都趕一切去看 Lukas Stone這部電影 在準備這部電影的時候 我看到原來在YouTube上 我們都找到Lukas Stone 的四部短片 都是有英文字幕的 都是有英文字幕的 我會把這四部短片 的連結 放在留言 大家可以再去看 我們可以 在Facebook 再多一些交流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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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